我们的战友当中最多的是中国军队里面和弓箭法里面 这是我们很有底气 我觉得消灭共产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在军队这里面 这共产党的军队我非常自信 我了解共产党最多就是共产党的军队 什么加拿大了澳大利亚了日本这些全部都是吓唬 都是炸唬 百分之百就是战略炸唬 无非是达到三个目的 主要是对内 叫中国人看到你看看我们现在已经突破第一岛链 而且我们是世界上最我们应该说是第二了 过去俄罗斯第二现在咱第二 最起码第三是不可争议的第三 而且我们有越是挑战第一的 所以说他展示这些事情对国内所有的军队数位 我连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敢挑战了是吧 美国不就剩下美国了吗还剩谁谁 这些都是叫军内部军事政治啊 这完全花见右腿